歡迎來到我們要財財見台的直播節目 先介紹我心裡的嘉賓 就是來自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施智先生 郭瑞你好 早晨 我想今天的市場大家都失敗預算 今天早上開始急跌接近300點 誰知隨著內地股市牛腰由低位轉升 上升指數低位是2318點 最後現在升成2% 上升指數今刻升50點 是收半日市 做2399點 以半日高位收市 升幅超過2.1% 護深300指數更加大升 是2.7%收半日市 2620點 升成68點 另外深淨城市 以半日高位收市 半日收報10294點 升228點 升幅超過2.2% 郭Sir 其實現在市況 我覺得今天的市場 如果這麼波動的話 其實為什麼呢 會不會是牛紅症主導呢 因為我看到昨天 牛紅症 十大成交金額 那些投幾位的牛症和紅症呢 那些成交金額 那些錢數更多 那些部分的藍籌股 郭Sir 現在這些市場 想想落落的 彈球一搏的人 有很多 大家都知道 一萬六千一百七十點 到昨天的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點 短短四天之內 已經升了二千二百八十六點 真的不是說得笑的 再買大價股的話 真的怕它會回套 所以大家都慢慢慢慢 傾向一些短線的出擊 當然 風險當然要自己很清楚 那牛紅症的一些成交 或者交頭 其實真的慢慢慢慢 已經煮到整個勢頭了 那很簡單 我買一隻大藍籌 說的是升三毛子四毛子 連手續費都可能不夠給 不過光顧姚財當然是例外 但是如果你說 這些幾毛子的上上下下 在相關的牛紅症來說 可能那個波幅 是會比較大的 但是由於價勢 變成有五六格 六七格 已經可以足夠一些 短線的出擊 甚至會轉身 所以參與一個牛紅症買賣的人 是會越來越多 尤其是在一個整固代變的格局 大家都不知看哪一段 上面一段還是下面一段 我也不知 但是我買一萬股 例如三十元的股票 我要拿三十萬出來 倒不如我買一隻牛仔 細細住 來搏一搏 輸贏反證也不會那麼大 很多都是抱著這個心態 所以這點可以理解 至於整個大市 剛才Anita提到 上證指數最低是2,318點 即是技術上 是輕輕穿了去年7月2日的低位 2,320點 但是呢 幸好是甚麼呢 低位是有一些 戶盤的資金入市 慢慢將市 推回到2,400點 有驚 而言無險 由於上證指數 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後抽 和反彈 所以刺激了廣告 亦都由低位 17,804點 一個回頭就升到現在 18,200點 其實高低波幅 已經成400點 技術上來說 由於四個交易天 已經升了2,286點 所以高台上面 有少少翻覆 是很正常的 嚴格來說 由18,456點 到今日的17,804點 回視到600點 600點 相對升到2,286點 我覺得不算是很特別的 只不過是 最重要的是 不要試十天線 因為十天線現在到17,500多 一直在升 一日恆生指數 不跌穿十天線的話 即是整個反彈的勢頭 都沒有變壞 不過當然升了這麼多 高台消化當然要 至於消化完之後 有沒有能力 再試昨天的高位 這就反為下緩分解 因為還要看美股的走勢 看歐洲那邊 和A股的走勢而定 投資者入市的態度和信心 是要時間才能慢慢回復 上星期二 在重陽節前一天 還是煞聲震天 指數到16,170點 一個星期之後 看到18,456點 你猜他會不會全面入市 一定不會 驚雲都未定 況且9月下跌了3,976點 8月下跌了3,940點 即是痛苦的時間實在太長了 所以一時之間 市回升可以開心 都不知道甚麼是幸福 但無論怎樣 這一分鐘我自己覺得 投資者入市的信心和意欲 是沒有早前那麼差 但還未恢復 真的未恢復 況且 在我角度來說 恆生指數一天都未能回到50天線上 的話 真是屬於一個技術上的反彈事 反彈過後會不會再次低位 就看看有沒有甚麼壞因素 有沒有壞的消息再湧現 我覺得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 基金的避險情緒 或者投資者的避險情緒 已經改善了 最低限度 你不需要擔心 明天的市場又會再次低位 其實我講過了 上次 只要恆指回到10天線路上 已經可以擺脫了逐市底的格局 當然能不能夠進一步向上走 就看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昨天已經是將9月22日為留下來的下降離口 是回補了一部份 但還有一部份介乎18,456點到18,698點 還是未回補的 這242點的離口 一天未回補 即是跟你說 資金入市的態度 其實都不是太過好的 一去到高位 大家都保住比較保守的態度 稍後 到底是再回補這個列口 還是回市18,000點到18,000點到18,000點 很快我們會知道的了 但看回形態 雜誌來說是斷定的 郭Sir聽一下家庭觀眾 陳小姐的電話 喂 你好 我想問一下 信義玻璃和中國玻璃 哪一隻好些 哪一隻好些 哪一隻高些 哪一隻得走得快些 哪一隻飄得快些 那問3300 問一下郭Sir的意見 其實現在哪一隻好一點 中國玻璃好 3300號還是868 送易玻璃好一點 如果兩隻選一隻 老實說我真的會選868 送易玻璃 雖然估值較高 3300中國玻璃的估值較低跌 但由於送易玻璃的尺寸比較大 況且一些汽車的擋風玻璃 那些高檔一點的玻璃產品 都是由他去做的 不過當然你由9.75元跌到2.75元 殺到真是片甲不留 最低是2.75元到現在的4.5元 回升的幅度也是相當驚人 說差不多40% 如果要搏的話 我自己看就錯失了低級的機會 已經錯失了 因為由低位上來已經升了2元 你再買下去 萬一有少少反復的時間 你都不知道走好還是不走好 其實這口價已經升破一個月來的高位 下一個技術上的阻力是4.9元錢的 再看看中國玻璃 大小比較小 市盈率也估值比較低 暫時來說 是由7毫子的回升到1.58元 其實這個更厲害 你不要看股價小 我剛才立刻以為股價小 其實一點都不小 說成100% 兩隻選一隻 如果你是不計較銀馬大的話 真的要選擇 我還是選順月玻璃 但如果你說 細著去買的話 其實中國玻璃都可以考慮的 但是你低位上來的幅度這麼大 唯一要說的就是 上市之後 大部分時間都是升完之後 然後就向下走 這一分鐘就在潛水 就算你看到招股價2.18元 已經有差不多25%在上面 但不要忘記 去抽籽上來已經升了很多 博不博就自己決定 如果你說3.300要博的話 我給你一個指舍位 以昨天收拾一個星期來的高位 1.36元 或者一個月來的高位1.36元 做一個指舍 一穿1.36元 你就給它 至於順月玻璃 暫時來說 因為升貨了一個月的高位 如果真的要講指舍位 我想這一分鐘 放回4.4元錢 如果輸2毛錢就算了 好,謝謝 多謝陳小姐的電話 也謝謝郭Sir 一會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要財財堅台的直播節目 最後一節的環節 也都會解答你們的電話和電郵問題 有事想問的話 打電話來 28046566 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 ASK at VSTROW.COM 看看恆子 這一刻升95點 18,263點 見到旗子更加 才升200點 現在升173點 做18,169點 低水69點 成交量有51,000多張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即場駕路 知日敏必踏的環節 再和大家見面 大家不要走開 稍後再談